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Hello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6日 今天呢...哎呀!講這個... 時代...時代雜誌! 不是時代什麼? 他想不想革拜登的命?我就不知道 但是最近,这个时代雜誌,就走出来,报道一些主流传媒,之前一直不准报的东西,整个1月,12月,11月都不准他报道,这三个月来,就已经给你看到西方传媒,主流传媒的偏颇性了,但是你要留意,西方传媒的偏颇,是资金和政治,双方合成的一个现象, 而在某些国家来说,他又只有政治合成的现象,就没有所谓的资金,说什么呢?就是西方那些主流传媒要报一些东西,原因呢?为什么这么偏颇?是因为他们的利益集团,整个全球化的利益集团,就需要用这些这样的喉舌,所以一早已经收买了,就是美国的屈文记,他们是需要有一些叫做hidden agenda,去做某些事件, 但是呢,为的就是他们的钱,目的,但是,在极权国家,例如委内瑞拉,他们控制的传媒来说,你如果敢报马杜罗那些坏东西,他就会,就是你犯法了,好不好?就这么说了,所以他们呢,就不只是偏颇,他们是单一,亦所以你就会知道了,如果在一些这样的情况之下,马杜罗那些坏东西都可以漏出来, 那些一定是珍珠都没那么珍的东西了,大家就好好珍藏,就等于你知道,库林旗下,有些什么餐厅的话呢,你就好好收藏了个名字他,就是小矮东西你不小心吃了,那我就祝你肚餓啦,就是小矮东西而已,是不是? 又不算是很大单东西,就是之前的嘛,那间,好像叫红买买买买那间那间,是不是?那帮人吃完之后,喂,立即中招了,那也算啦,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来得太迟啦,这些东西,就好像时代杂志那样,而且这本都不放好东西啦,三个月来都没什么报道,同时间,1月6号,他完全是站在拜登那边的嘛,又说什么,煽动群众各样的那些,很明显这本,都已经列入了这个 永不录用的系列,不会因为他说回几句人话,就不记得他当日做过些什么的,那些立场可以这么偏颇,就是米洗紫耳,洗白他当日做的东西,只不过呢,既然他也有报,我们就这么说一下而已,就不代表他本身是一件好东西,一次不忠就八次不容的嘛,就是你孔子也有说啦,以德就报德,以直报怨嘛,就不可以走去以德报怨的,做人的东西最紧要, 碗是碗,碟是碟,所以我是不建议,将一个传媒的credibility,就建基于他那个名称,那身上的,原因就是现在太容易收买啦,那些传媒各样,你想一下,资讯啦,你猜澳洲什么,就去收Google那些,新闻转播费,否则的时候,那些新闻不值钱的嘛,那他就是玩家操控咯,朱黑白格,这个Facebook,都漏出了录音啦,那就讲着,他怎样跟这个拜登, 啊,打算合作,还说自己权力过大地说,这些假仁假义,毅善之徒啊,听到都觉得神真鬼厌啊,真是,无论他们啊,今时今日讲什么都好,就是,讲着Great Awakening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醒觉咯,醒觉的意思是什么呢,当岁的人就叫不醒,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记住那些东西咯,全有怀疑咯,很多东西都,就是我讲的东西咯,有时,就是我尽量都,有点离大谱的,我当然不讲啦,但是, 你看完,又觉得,咯,没什么问题啊,那就讲下咯,也有一层Screening,经过的,但是今时今日你知道,主流传媒的Screening很厉害的嘛,结果他们播出来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拿了来的,所以偶有发现的时候呢,哇,你真是,如果主流传媒都报那些东西,似乎可以讲一下,但是,这个拜山上场,你看到几样东西陆续发生,首先就是这个林郑月娥,走去游衰,那些欧美国人, 那些欧美国人,那就是说,啊,持久不变的,啊,那又含隐自愿的,有好好的发展机会啊,啊,社会状态一切优良啦,就是他们怕别人看不到啊,是不是啊?在这样的铁碗管治之下,就是他们觉得,啊,仍然可以新加坡模式咯,钱就照找,人就照打压,自由这些东西,对还不到金钱的嘛,啊,他们这么想还他们这么想啦,做不做到呢?有些人就觉得,他们 他们痴心妄想,有些人就觉得,哎,就是这样的啦,事情就是这样,客观事实是不会经由这个主观愿望而改变的,就好像何运斯,黄耀明那些,啊,他们非常支持这个拜登的嘛,那你就看下拜登的政绩会是怎样啦,我又不保存任何寄望先的,啊,他做到事先说啦,老实说就,老责舍国已自重,和国,殃民,那美国的人民呢,要承受这个伤痛,承受这个报应, 即使是那些LGBT,啊,走去支持这个拜登的团体,老实说,啊,我对于LGBT这件事,啊,又没有什么,说太过反感各样,只不过啊,啊,拜登今时今日做的是什么啊,他是以少数人的嗜好,就剥夺大部分人的利益,啊,只要你claim自己,啊,好像那个健康部长那样,说自己,啊,他是怎样啊,物理上是男性,是不是啊,心理上是女性,啊,那你那些法例怎样定啊,哇,真是呼烟瘴气哦,就是, 性别这样东西,啊,你可以分成十几个category咯,现在,又物理上,又生理上,甚至乎梦境中,是不是啊,这些时间,啊,找去做这些东西,啊,你哪有生产力可言呢,整饰就整水,事实上,啊,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不可以啊,啊,被少数人所骑劫的嘛,我们是要照顾回大部分人,啊,的既有常态,同时间,不剥夺小部分人的那个利益,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要做到的民主 啊,就不是说多数人话事,也都不是说,调回小数人走去主宰住个社会,啊,你的运行方式不是由少数人去决定的嘛,我是指那些弱势社群而已啊,啊,就不是说你那些什么精英团体,啊,控制住整个世界这样啊,有些人就说什么啊,哎,不会的,他们自己本身都很多利益冲突,傻气,就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说,的整合啊,你当人家漏的啊,真的,啊,那些AI漏的啊,那些电脑科技各样资金流行的啊, 你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啊,盘根挫折,那就是富可敌国的啦,就是那些人还是太天真,那么说回这个时代杂志,啊,说了些什么呢,他就说,啊,有这个秘密的,就是,你找不到啦,秘密,资金红厚的阴谋集团呢,他都说不到名了,免得罪人嘛,他就是觉得,啊,有一件这样的东西,那别人坐他不进嘛,就是你可能有些罪令人啊,啊,怀疑的就是朱黑白格啦,总之他们啊,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啊,会协作一起去做一些东西的,那些人就说什么呀,因为有个共同敌人,就是特朗普,傻气,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的人民,啊,就是你那班人,啊,要接受奴役,就不要那么多爹,我给什么你用,啊,你就没有权简,啊,就说呢,这些这样的资金红厚的阴谋集团,那他用阴谋集团四个字啊,啊,都表示,就是,有负面的意思在里面啦,那同时之间他就说这些这样的东西,啊,怎么样啊,就保护了,啊,2020年的选举,保护了,啊,2020年的选举, 保护这件事呢,啊,那就可圈可点啦,那那堆这样的几举,啊,是什么呢,啊,他的组成部分,那时代集资呢,啊,就认为是这个左翼的那些社运分子,啊,和一些商业巨透,都不要用保护这个字啦,就是,确保啦,用这个字啦,就是他们去确保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这个呢,透过的呢,就是这个特殊的影子努力,啊,那些影子集团,你见不到的,但是呢,结果的而且确,啊,你见到是有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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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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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戒图龙宫之间的握手,为什么他们会联合一致呢? 这件事与老蕭说的事情非常似,他就说那群人联合一起,影子努力 他用影子这个字就是因为想麻醉那些美国的,觉得有这个深层政府势力的那些人 去麻痹他们,为什么用这个字呢?就是你们以为的影子,其实不是影子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 然后呢,文章又在这里说到,因为这个是一个有独裁倾向的总统 亦所以很多人都联结起来,一致地对付他,为什么他们要宣传这些东西呢?很简单 现在,特朗普总统下台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回复正常的了 他们这些所谓的影子努力,只不过是很松散的,所以民众就不用担心 他想传递出来的Message,就是这件事 我也是那句啦,自从这个,哼,即是怎样?拜登上了场,之后就是賀錦麗的了 无论怎样,民主党已经是一党专政 美国的社会,就已经变了这个,香蕉共和国 幕后的黑手,当然就是特朗普总统 是去中庸,容许这件事情这样发生的嘛 他一直都没有做过事情 所以,美国合当该望,也都不会成为一个叫做民主灯塔,民主屎塔有他份 哇,真是够臭啊! 验下那些污水样本咯! 每一只那些美国人,其实都应该是捉出来,污水样本呈阳性啊! 现在,全部人都要立即下街脱褲干涉纸啊!真是! 所以,其实,说着时代杂志讲的这些东西,他都只不过是说着 他不是不认同他们的努力啊! 他仍然是这篇报告,就是比较上用一个软性的语调啊! 就说着,由于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独裁 所以,那些,他的文章是这样说的,鲍尔的报告,就说这个美国的商会 各自了旧有的争端,和美国的劳工会那些人员,和一些产业工会 联合一起做了一个联盟,拒绝对这些所谓的保护机制各样的指控 有一些共和党人,哇,向那边搏污水啊!也都对这一个努力进行协助 简单说,鲍尔的报告,唯一可取之处,就是他肯定了那些人 而且确是联合一切,就确保将所有发生的事情,归咎于特朗普总统一个人 如果套用李贵华的语言,他们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戴独行径,好像是比卡超,我不记得了,无论美国的人民 接受或者不接受都好,金祸就必定鸡毛鸭血 首先,制度已经崩坏了,以后他说什么你都不需要相信 除非他做到事给我看,但是你要挽救这一样东西的时候 除非他交出一个更加亮丽的成绩表 实际上,别人是以成绩表说话的 他就令我想起,赵国那些,将李牧,李牧就真是无可为了 那是很惨的,李牧,又或者岳飞那些 将这个梁将有而不用,结果导致亡国历史 似乎要重新在美国上演一次 但是呢,我是不会将这个特朗普总统 比作李牧,或者是岳飞的 他不配的,或者这么说 又是,除非他可以有什么负费,可以被人看到 做最后,所以我就经常说 不是因为我们说什么,或者是雜誌说什么 然后你去彩信什么 而是实际上,你看到到底有没有真的有些事情做了呢? 这样才最重要,不要迷惑在文字帐里面 那你就看吧 万一拜登那么厉害,上台之后 哇,雷霆的手段 而且令到全世界都可以和平,都可以尊重 什么叫做道德 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投他一票 你就看看结果会怎么发生 事实上,你看到的就是 哇哦,中东就来要开片 而且,哇哦,那种张牙舞爪法 马道罗走得掉了,今次 那时候,他们就鸡毛鸭血了 你蓬佩奥那些,都是无聊的 自己在Twitter说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你不在那里,有什么好玩而已 那你就看看,之后那半年会怎么发生 事实上,如果没什么发生的话 我们都是,埋位回去工作就算了 没事,我回去工作 就是这样,今天说到这里 今天说到这里